你可以这样 你看我这里 我首先我把这个file 然后选择new 我重新开一个new project 然后这个就不要safe了 然后呢 我现在重新导入import file 选择这个 选择了以后呢 我在这里选择import as composition 然后选择import 这个对话框里面也是composition 然后我选这个editable layer style 这个都没有关系 现在出来以后 就出现一个composition和一个folder 对吧 所以这个composition是可以点进去的 那我现在把这个composition 就double click 用左鼠标左键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的话 我就进到了这个composition里面 那这个composition里面有 有两个图层 背景图层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elementcomposition 然后我进到这个element里面 然后有这些 山啊树啊之类的各种元素 你可以试一下 就是我觉得文件都一样了打开应该不会不会有这个不一样的图层不一样的情况 然后我把这个时间啊我把我把时间改一下改成五秒钟 进到这里啊 在这个vector city 在这个最顶上这一层把这个时间改 那到这一步了 我现在就 就是要把这个背景 把这个背景的元素给它找出来 那这个背景这里 我这里都命好了名的 就是凡是有mountain这样的 那就是背景的这个山嘛 这个山呢 我要让它从一开始 从头开始啊 就给它一个这个动画 所以我要在 我在它这个scale里面做关键帧 那我想要它这个动画呢 是以一种这个 就从扁平的情况 然后这样直接变成 等于是像这个 像生长动画一样 从地平线上这样冒出来 所以 我可以用这个scale的方法来做啊 就像它这样长出来 但是呢 它不是以这个为中枢点 就是我现在如果把它 就是挤压的话 它会它是以这个中间 这个点为中枢轴 这样直接摊平 这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我想要什么效果呢 我想要就是 我把这个中枢点移到这个地平线上 然后 然后我再去移它啊 它就是从底下开始这样慢慢这样长出来 所以这里我把它中枢轴移动了 我用的是这个 这个pain behind 这个anchor point 快捷键是y 那么我可以选择底后面的这两个 也是把它的这个中枢轴 给它拉到水平线上 另外一个也是 把这中枢轴拉到这个水平线上 那他们 这共同点就是 他们他们这个 我我这个把他的这个中枢轴改变了以后啊 要记得选回这个selection 选择工具 快捷键是v 这样的话 我我把它这个scale的话 他们都是从这个地平线上开始 好 那我在呃 我要我要这个设关键帧的时候 我是在他的这个scale变形啊这个放缩放上面做关键帧 所以我就是用啊 我可以我可以直接打开箭头 然后选择这个scale也可以呢 我选中了以后 我选中了这以后 按s-s键 s键 s键的话 它就直显示scale 这个属性 那么我先设一个关键帧 然后呢 第一步应该是所有的都在是0的状态下 啊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就是x轴是100 百分之百 但是y轴就已经变成了这边是11啊 这里是0点几 那基本上如果你要他完全缩到没有 那就是0对吧 所以我把它变成0 但是我不想让他的这个y呃这个x轴变成0 因为我只想让他在高度上变化 不想让他在宽度上变化 所以我要把这个他的这个比等比例的这个锁给他解开 所以我只想让他的y轴变成0 这样的话 我让他在就在这个前面经过半秒钟的时候 我让他变回百分之百 这样我拿回去看的话 我就可以看到啊 他这里就做了个变形 看一下时间 好 这个变形做好了以后 他是一个从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还想让他更这个动画更有意思一点 我想让他有个overshoot overshoot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有个弹性一样 就就比如说他呃 他他并不是一个就是机械的从从这个从底下升起来的过程 而且他升到最高点 然后再回去一点点 就显得他有点弹性的那感觉 所以 这个就是要 嗯 要让他再往上再走一点 然后再回来 所以 我在这里是一个关键帧啊 这里是百分之百啊 那我在这个中间这里给他稍微加一点 再加成百分之 就百分之一百一 稍微高一点 这个时候我再预览一下看 他跟以前的区别就是 他这样从零到到一百一顶上去然后再回到一百 这样就是有点弹性的感觉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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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啊 比如说把这个 动画稍微错开一点 我就这样移动他的这个时间啊 因为他都是从无到有的嘛 所以所以就直接这样移动时间这个把块就可以了 那这个图层就可以先后啊 有个先后的顺序 那这就是他的 他的进场方式 那我现在退到这个 退到上一层来看啊 这个速度是比较合适的 那我们 就继续 所以这个 山的这个部分已经搞定了 那我可以直接把它 锁起来 锁起来 这样的话就不会 在什么 他这里的点就是你 你不用做的跟我完全一模一样 但他这里的点就是 一 是他 他这个是从底下 往上的一个scale 所以你要把这个中枢点放在地平线上 那 第二点就是 你要稍微做一点弹性出来 他到最高点 然后又会往回收一点 然后 第三就是 要把他的这个动画给错开 一起进 他他如果全部都一起动的话 就显得比较激烈 这样的话就更生动一些 这个山搞定了以后 下面我们来我来这个看这个树啊 这边两棵树 这边两棵树 那这个树其实也是跟那个一样 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树也是一样 我要从 让他从这个地平线上 从这个根部往上生长出来 所以 也是一样用到scale 但也是同样的 我要把这个中枢轴啊 把这个中枢轴移到 移到这个树的根部 这样的话我去我用这个scale的话 也是一样把他这个等比例缩放给去掉啊 我我现在我调整 调整他的这个歪轴的数值的话 他就会顺着这个树的根部来进行 来进行变形 这个还可以再调的仔细一点啊 摆的精细一点 在公主在这个仕图里面啊 你可以用这个缩放 用这个鼠标的滚轮 中间的滚轮来进行缩放 那如果想移动的话 可以按住空格键 它会变成一只手的形状 然后这个时候用鼠标的左键 你就可以拖动屏幕 拖到右边了 这边也是一样 我这个 把他的中枢轴移到这个树的最底端 嗯 嗯 我来再来做个变形 那么我想让他这个山出现了以后 看一下 我想让他这个山在 正好做的做的一半的时候 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你这个树的这个动画也也是往外出来 所以 所以在这个里啊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啊 他正好是这个山的动画还没结束的时候 那这个这个时间点上 我把这个树 也就把它做出来 所以先拖动一点 是个关键帧 然后我再回去 因为他 他在这个就是完全生长的时候是百分之百 对吧所以我这里这里是百分之百 那么我回回到这个圆点回到这个时间 他该出现的时间点上 那我就把它说成 说成这个零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 生长出来 那么 也是一样的啊 给他一个overshoot 就是 我把这个百分之百的 再收一个关键帧 然后再回来 把之前这个稍微把它调高一点 也是一百一 来看一下 他是有一个 有一个弹性的 那也是一样 那我再切换回这个选择工具 我再把这个他们再错开一些 把这个两棵树也错开一些 那么两棵树其实是有点单调的 我可以再复制一下啊 再 再那个拖出 再拖出 多两棵树出来 但是我要移动一下他们的位置 这两棵树我先 嗯 那么这个树的动画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那么我在这个树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彻底 彻底出来之前 呃 说还没有彻底完成之前 那我就可以先来做这个windmill 这个windmill呢 实际上 嗯 我只要做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 他在一个composition里面 对吧就是 首先我要做的其实是到这个composition里面去把它的这个 这个叶片啊 把它的叶片 把它转动起来 我把这个透明网络关掉看得更清楚一点 那么这个叶片实际上 它这个转的动画 我就是用这个 我就是用这个 它就是这个blade 对吧 我就是用它的rotation来转 那么你可以看到 现在它转并不是照它的圆心来转的 而是照它现在这中枢轴的位置 这中枢的位置 并没有对到它这个圆心点上 所以它转的非常不对称 现在我把它移动一下 那么我看一下 啊 还是有点不对称 这个就只能靠肉眼来看了 对称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只要移的 看着舒服就可以了 这个来自动画原因 得少有否 住这就是 在泰克室清楚了 bater丶心尺 就是不太强取材VIPP 但是至获空的、合法 也给或者胡梦断 choses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我现在就是要做一个 rotation 的一个管理帧 我我现在可以 比如说现在我是rotation 是0对吧 然后5秒钟 5秒钟 5秒钟的时长里面 我可以让他转10 转10圈 那么一圈是360度 10圈就是3600度 我直接就可以填3600 你可以看到这里一周就是360 它就是10周 所以我现在如果预览的话 他并没有转 ok 我没有说关键帧的原因 所以我的起点是00 那么到了终点 到5秒钟的时候 我转的是10周 所以 可以看到他在这围着他的圆形转 那么在这里有一点 呃 他这个速度 他这个速度是可以控制的 比如说我 我觉得他现在转太快了 那么 他转10圈确实就有点快了 从0到5秒 那我试试让他转6圈 这样他就慢下来了 或者说还有一种更 更数学的方式 就是写这个expression 他可以用用这个程序的方式 来来表达他的这个转 这个很简单 就是一个 呃 也不要求你们就是会啊 就是告诉这个只是 只是给你们看一下有这个一个功能 现在应该你们用不着expression 在这个时钟这个图标上啊 如果我们点一下 他会射关键帧嘛 对吧 但如果我们按住这个 这个out键来点的话 他会弹出一个这种对话框 然后这个out键 然后这个rotation 他这个对话框里面就是用来写这个代码的 那所谓的脚本 那我们这个最简单脚本其实就是 啊 就是时间啊 时间 然后乘以 他有一个乘以的数值 他就会随着时间移动来来增加他的这个这个数值 现在比如说我们times10 就是时间乘以10 那么比如说他在1秒的时候是1的话 那他到第10秒就是第10 那5秒就是5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啊 他现在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 那我就可以把他这个乘乘法的这个数值 给他加一点 看这个样子要加很多 乘以50 或者干脆就乘以100 然后他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然后慢慢的往往上加这个数值 这个的好处是我们就不用说关键帧了 因为有一个代码在这里 这个代码就是叫他让让这个图层 以这个 以时间为这个为为参照 然后呃 乘以乘以一个一个单位 我们可以随便改这个数值 然后让他去一直不停的操作 一直不停的去执行这个命令 这个的话就比我们如果如果我们要加关键帧的话 我们要在起始端和这个开始的时候 开始和最后这个最端的时候加这个关键帧 如果如果我们会如果会写这个expression的话就直接给一个公式就可以了 这两个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ok 那我们有一个composition里面有这个叶子在转就够了啊 那其他两个我就不需要我只要这个叶子在转的这个因为我可以复制它 所以我先做一个也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跟那个树是一模一样的动画啊 我也做一个这个scale做一个缩放 然后我把它的中枢轴也是像树一样把它放到 最底下 那么我也是给他做一个关键帧 然后 在起始起始针把它射成零啊 这样他也是一个这样升起来的一个动画 然后再做一个overshoot 这overshoot要做到中间这个增上啊 10 那我现在有了一个以后我就可以复制复制另外的 先存一个盘存盘非常重要啊 要是要是忘记的话要死机了 你就只能重来了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g transition cntl z 存一个盘 cntl cntl s sorry 然后 然后 那么我们有了一个这个风风力的这个 风力发电的这个东西 然后 我们再来一个复制一个 把它摆到边上 或者另外这个也是一样再复制一个 再把它摆到这个边上 好 然后 因为他这都是有动画的 我都是这这些都是 呃 一模一样的关键帧 所以我把它稍微也是错开一点 如果按这个键盘上的U键可以显示它的关键帧 无论你在哪一个属性上面打的关键帧 他都会按U键 按一下U键 他就会把关键帧全部显出来 再按一下 又全部收起来 先我把它错开一点 这个 我是觉得它有点快啊 我还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快慢 这时候我可以 比如说我可以这个一个关键帧 一个关键帧的用鼠标拖动 这也是一种方法 我也可以把它全部选中 然后按住out键啊 也是麦克上就是按住 command键 按住command键或者out键 在pc上out键 然后用鼠标去拖的话 它可以 它可以按比例去缩放这些 这些这个 这些关键帧 OK 我现在它 感觉更柔和一点 好 那这么三个啊 像我们这个最底下的这个这些 element都都差不多搞定了 那么上面的这个 这里有个气球 然后这个气球基本上就是我做一个位移而已 从 从底下到上面到 到顶上 那么 我用的这个position 你可以再打开这个 左边的这个箭头 用transition里面的这个position 你也可以直接就按p键了 p键盘上的p键 d for position 然后是一个关键帧 这样的话它 满满的往上面飘这样 一直到最后 一直到 一直到第五秒的时候 它就是在后面 飘动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太阳 那么这个太阳呢 也是作为一个位移 所以我也是np p for position p for position 是一个关键帧 我把它拉到底下来啊 然后 也是给它一个 还有关键帧 这个太阳升起的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片云吧 帽子 对 有一片云 然后把这片云也找到 那这个云也是基本上就是p for position p for position 设一个 先设一个 先设一个头的 在这个起始起始端 设一个关键帧 然后在后面 把它拉远一点就ok了 这云飘的稍微慢一点 好 那我在这个comp里面 就是我现在这里所有的动画都做好了 然后我回到前面 那这里呢 这里我需要在这个 在这个太阳升起的时候给它做一个变色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在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出现的时候啊 这些东西 这些这些 Elements 最好也是做一个这个 出现的一个动画 所以 它不光是位移 它要有一个这种 有小变大的一个这样的动画 也是一样的 就是 这片云可以不用缩放 这个云直接就是 嗯 我可以就让它在 看太阳升起的时候 升起了以后 然后给它做一个这个 透明 透明度的这个关键帧 所以我现在 就按T啊 键盘上的T T for transparency 也就是opacity 你T T就会 你按T的话 它就出现opacity 然后呢 我在这个 B 呃 起始帧 所有关键帧 然后再转 再到这个 终点 它是在这里出现 然后在前面是0 是不出现 所以它 它是一个这样的 fade in的效果 一个带入效果 那这个太阳也是一样 太阳 到底下选中这个太阳 俗成 E for opacity 把这个百分之百移到 移到这个上面去 然后 起始帧是0 看一下 所以它一开始是没有了 直到这个山啊 这个山出现以后 它才会满满的出现 那么这个 热气球也做一样的处理 那这个热气球的话 最好是用这个 最好是用这个收放 我把它的中枢轴放到它的中心 然后呢 用这个s for scale 键盘上的s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这是关键帧 然后 起始帧是0 看一下 OK 那么 要做的话 也可以让它稍微 all shoot 起点 就是 让它有点弹性 在这里 把这一针做成105 把这一针做成105 不用那么 不用那么明显 不用那么明显 OK 然后再给它做个位移 p4 position 看一下 有点太快了 我回忆一点 好 那么 我回到这个 回到上面一层来 那么这一层呢 我想让它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变个背景变个颜色 我想 比如说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 可能就稍微偏冷一点的颜色 我能在这里 给它加一个这个 加一个图层 那这就是一个有个 新的图层啊 就是我要加一个 adjustment layer 那这个adjustment layer呢 它实际上是你 你是看不到它 它是一个透明的图层 如果我现在单独显示的话 你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我是可以在这个图层上加效果 这样它的效果 会影响到下面的图层 比如说我现在加一个 效果啊 effect 我现在选择 tint 后来我选择这个ramp 就是有个渐变效果 你看color correction 里面来 然后选择这个 在哪里 我看一下啊 在generate里面 effects gen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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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ramp gradient ramp 那这个就是一个渐变 那么我把这个效果加到这个adjustment layer上 它这个渐变就在这个adjustment layer上 所以 我现在 给它一个 颜色看看 不应该用这个 sorry 我应该用这个叫什么tint tint color correction color correction 这个tint 好 那么我用了tint以后 我们就发现这个就是 背景变成了灰色 本来是本来是一个绿色的 那么加了这个adjustment layer 让它变成了灰色 那是因为我在这里 这个tint的作用就是把 把这个颜色变成 把这里面的黑色啊 变成黑色 把他白色变成了白色 那么我也可以把这个 把这里面的比如说黑色变成紫色 把他白色变成 偏 偏紫的偏紫的白 你要这么说 灰白 这个就靠自己来选了 把他黑色变成 稍微偏 偏蓝的 你 那我想在这个他这个日出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 把这个颜色给他调回来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控制我的这个adjustment layer 透明度来调节 所以我现在这个透明度 百分之百的时候它是紫色 那我透明度是零的时候 它就是这个绿色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 设这个关键帧 在这个opacity上面 所以我这个先是百分之百 然后太阳升到顶的时候 变成零 变成零的话这个adjustment layer 就完全不显示 所以我们现在看 嗯 ok 然后我是想让这个这一幅啊 这个这个画面跟这个后之前做那个火车 那个地铁的画面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我想我想在这个画面上再加一个加一个火车什么的 这个我就直接在直接在网上找好了 这个就是比如说train vector image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找一张侧面的火车 比如说像这样的 嗯看有没有更好的 可能刚才那个就比较合适 那么就 大一点的图 ok 那我就选一个这个图 然后我把它保存一下 保存了以后 然后我到这个到这里面去啊 把这张图给导进来 那他只是一张 那没有任何图层的图 所以我就导进来以后 然后我把它拖进来 这张图也挺小的 就是然后呢 我只要一个火车啊 所以我把这个遮罩给打开 其实呢 我还是要 rop 它 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先我先把它这个 搞出来 搞出来以后呢 那这个我把它命名为train 然后 我可以在这个effect里面 effect里面选择 有一个有一个effect叫extract 那这个extract在这个 你可以在effects这个key里面找到它 这个这个key key里面找到它 然后这个extract呢 实际上就是 我可以把它的黑色去掉 或者是把它的白色去掉 如果拖动这个白色的这个 click click这个wide point的话 他是可以把这个背景的这个白去掉 但是他同时也把我这个火车里的这个 这个白去掉了 所以 我可以再画一个 这个时候我就要用这个图 形状图层了 这时候注意看我没有点任何图层 然后我画一个这个方框上去 它就是一个形状图层 所以我先 改变一下它的大小 我其实就是为了在底下衬一个这个颜色 所以也不用特别精细的去 在这里 然后把它放在底下衬一个 然后给它一个白色 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图片的这个白色给找回来了 我们这个后面 然后我再把这两个图层啊 那这个变成一个图层 所以我把它precomp一下 在edit里面 在layer里面 recompose 啊 快捷键是ctrl-shift-c 那么 在mac上要是command shift-c 我按一下以后然后 把它名字改一下 train 好 那我们这个train就 就有了 我可以把它 摆在这个 下面 太阳出来了以后 然后让它从左到右 P for position 我送一个keyframe 然后 从左到右 或者从右到左 都无所谓 让它有点 有个动画而已 那么 那么 既然是列车 最好要有个铁轨什么的 代表一下 我这 画一个这个 轨道装的东西 另个名 然后呢 在这里 给它改个颜色 改个 画面里已经有的颜色 配色比较容易 然后把这个轨道给它贴到这个轮子的上面 然后再把这个 涂层移到这个火车的后面 然后再把这个轨道的轨道 那这个rail也是 一开始不显示 然后 等到春要出来的时候 再把它显出来 所以我们 也是一样 给它做一个这个 scale的这个 动画 我们 在它完整的时候是是一个这个状态 然后 在在它 起始的时候 完全看不到的状态 所以 在这个 exo 给它变成零 就好了 你 这个动画就 就完成了 那没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应该比上一个还要简单 因为没有人物 没有什么 其他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以这个 缩放和这个 位移 来支撑的动画 我可以 再重新 可以 怎么办呢 重新什么在哪一部 所有 所有的吗 所有的 我这里已经录下来了 所以我一会放到网上 单独看一下火车吗 可以 所以如果 如果我现在新建一个 那比如说我现在想放一个这个火车 在这画面上 那我这里 我下我下了一个这个图片吧 对吧 我现在用这个子弹头 我先用这个子弹头好了 那我先把它给框出来 框出来 我现在就想要一个偷懒的方式 把这个 把他边上的白色都去掉 因为我看到这个火车上面没有白色 没有其他的白色 可能这个门这里有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我可以在上面垫图 把这里底下垫垫这个白色 所以 所以我这个用这个Extract工具 就是这个Effect 它在这个Keen里面 如果你在这个Effect里面 选择这个找到这个Keen 然后把它找到这个Extract 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在这里面搜索 然后把这个Extract放到这个图层上 然后呢 这里其实就是黑白两端 这是画面的黑白信息 那我把这个白色往回拖一点 那这个白色就没有了 所以就等于就把这张图给抠出来了 抠出来了以后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位置的移动了 关系了 所以我现在按这个P for Position P for Position 然后在左边设一个关键帧 把这个时间拉到最后 然后再到右边再收一个关键帧 然后它就从左往右开了 OK 嗯 那如果 比如说我想它速度快一点的话 那让它速度快一点的话 你就必须把它 要么就是把它拉远一点 对吧 这里 你你让把它拖到这里的话 它的速度就很 就就加快了一些吧 这单位时间内通过这里的这个 通过这里的呃 越越快越好 是吧 就是 比如说我我现在把这个 我这里是变慢了 sorry 如果我想让它变快的话 是不是 我直接把这个时间轴 把这时间拖回来就可以了 它就变快了 对吧 就是我刚才 刚才从这里用了五秒钟 现在只要三秒钟 因为因为那个在 因为在画面外你是看不见的嘛 对吧 嗯 所以 哪怕 哪怕只有一秒钟 那就更快了 对吧 嗯 所以你要控制速度就是这样控制 你控制这个呃 出画和入画的时间啊 那出画也是贴着这个贴着这个呃 画面的边缘 出画入画都是贴着画面的边缘 这样的话 那你只要控制他的时间就好了 就是说如果他花五秒的话 那他肯定就慢很多 那如果他只花两秒的话 他肯定就快一倍了 嗯 这是速度的方法 嗯 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 那么有了这个以后啊 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上上一节课的 把这个靠谱 把它倒进来把它放到一起 那么这个比如说这里有个vector 我把它先 我先新建一个composition 嗯 这个composition是1920乘以1080的 也就是跟上一个composition是一样的大小 然后 是10秒钟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列车的 列车的 oops 把这个train 嗯 vector city的把它放过来 然后 然后 然后再把这个 上回的这个 把它放过来 我里面在comp2把它放过来 然后收放把它放到跟这个画面的尺寸一样 然后收放把它放到跟这个画面的尺寸一样 然后切到这个列车的内部 切到列车内部我们还可以再做个摄像 摄像头的这个 一个摄像头的位移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 做一个position 是一个关键针 然后 这里移到方向中间 这个我们不用急啊 就是 这个作业 你们可以花多花点时间去做 因为还有两个 最终效果就是这样的效果 我希望你们就是最终做出一个这样的效果 ok 那我们刚才是我们上次讲的就是 我们这节课之前讲的内容你们有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或者是说上次讲的这个内容这个 这个列车里面的 动画的内容 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啊 你们 呃 你们用下周的时间来做就好 所以 下下下下周 下下周交这两个 就可以 如果你们中间有progress的话 就是做的时候你可以给我看看你的进度那就更好 要等到最后一天才赶 那如果你们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 嗯 对 对对对对 如果是我号下下周 下下周 嗯 然后那个列载明明他就是到底问 我现在觉得 他有问题是很错 我现在就不想 哦 那个 对然后 他也有问上课 嗯 我就想到底怎么回事 嗯 那其他多個平均的話就下課了 我們幫我吃飯吃 OK好 拜拜